注意看,今天8月收官,8月大盘走得很拉胯,这一路向下。 那五穷,六绝,七翻身,股民都以为8月能大涨,起码也应该是个小涨,结果大跌眼镜。 能安慰一点的就是这几天大盘出现了放量的三连羊。 昨天即便是成交量有点减少,也接近一万亿。 今天大盘能不能四连羊呢? 8月31号,星期四,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邦,古时早播报。 又到了星期四,黑周四魔咒能不能出现? 在8月过去的这些个周四当中,一共是四个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这四个周四都黑周四不黑,通通翻红。 我们通过15分钟,30分钟,60分钟,90分钟,120分钟,包括日线周线级别。 仔细来看一看这些个序列是怎么个回事。 首先我们看的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先瞧15分钟级别。 15分钟级别这里出现了一个顶背离结构。 再来看上证指数120分钟图。 120分钟图今天开盘是序列高期,这个小高点可不低。 那周线级别呢,仍然在序列低久范围内。 这不就是小周期有一个要回撤整理的要求。 而周线大周期级别还有上涨要求吗? 另外我们再来看上证50指数。 上证50指数15分钟级别也出现了一个这种顶背离结构的末期。 这是顶背离结构现在到达了末期。 60分钟级别出现了一个拐头动画。 周线级别仍然在序列低久范围之内。 这不是小周期有一个整顾的要求。 周线大级别有上涨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科创版。 首先看科创版30分钟走势图。 科创版30分钟这里出现了序列的高久。 60分钟也出现了序列的高久。 再来看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还在序列低久范围之内。 这不也是小周期有调整要求。 大周期有上涨要求吗? 来我们再来看深层值。 深层值首先看30分钟走势图。 30分钟这位置有一个MCD拐头顿画。 那60分钟今天上午在10点半的时候就会出现序列的高久。 再来看90分钟。 90分钟图正在序列高久。 那日线级别这还在一个序列低久的范围之内。 小周期有回调整顾的要求。 日线级别也有上涨要求。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 创业版15分钟走势图。 这里出现的是顶背离一个结构。 那60分钟呢? 今天开盘这个位置有一个小顿画。 但是60分钟这个位置还处在一个序列的高久当中。 再来看90分钟和日线级别。 这不都在一个底下和上面出现分化的格局当中吗? 周线级别还在序列低久范围之内。 这就代表小周期有回撤要求。 大周期有上涨要求。 我们期盼着上涨。 那好,我们再说到观点。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三天了,没有回补这个跳红缺口。 就是3089到3085有4.07个点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有效了。 3089对大盘构成支撑。 市场体量现在太大了。 已经进行了分化轮动的格局。 要把握好热点轮动的机会。 重点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甚至十日线都不破。 上升趋势保持良好,持股贷涨别卖飞。 那么破了的,也就是市场热点在轮动。 我们就不参与下跌调整。 把出类的资金往那种低位有拐点的地方去找。 这样才不会被市场边缘化。 今天是拔越收官之战。 能否再次破除黑洲寺魔咒呢? 好,朋友们,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点赞加关注,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分享,没有指导别人的意思。 咱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美国商务部长就不离开中国了吗? 而且,他说,保持那种乐观态度离开的,看到没? 这是好事。 那好,再说苹果,在测试引进了3D打印生产的智能手表的那个钢壳的底座。 这个新方法可能简化果链,并带来更大的改变3D打印。 那再说,越南特斯拉,就不是越南的电动汽车吗? 那个制造商什么什么。 三天股价打了个腰折。 那位说,这咋的呢?怎么骨折了呢? 一下子,他的总市值不足1000亿了。 2000亿的时候,曾经超过了高盛和波音。 你说这个够大吧? 瞬间打骨折,那还是基本面的问题。 那再说,美国8月份,叫ADP,也就是就业人数增加了不到18万。 预估的是挺多,但是这里面预估和这个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 因为前值呢,是32个多亿,32万多。 这就证明数据这个疲软。 同时呢,你看它数据疲软了,可能就代表着一些个加息可能要放缓呗。 这方面反倒提债了指数。 三大指数出现了四连涨。 你看,格约外盘,美股那边是扑涨。 我们看美股,来,把美股这个道指打出来。 美股道指,看分时图。 分时图,这不是这样的走势吗? 但是尾盘研究是上涨的,涨了0.11。 纳指呢,也上涨了。 你看,纳指上涨的还挺好。 纳指涨的是0.54。 标普也涨了0.38。 科技类的出涨。 我们中概股啊,多数的给那儿有点动,有点波动。 但是我们纳斯达克金融指数,虽然说有点下跌,跌了仅0.15。 那看看今天我们大盘能不能撑入。 那再说欧洲那边是涨跌护线。 原油82美元,这不又上来了吗? 黄金1970,这不也上来了吗? 人民币7.289,也贬值了。 那那边说,咱人民币怎么就停不起来了呢? 这个没办法啊,因为国际现在这个那个的, 有一点我们是期待的。 人民币贬值不就得增加出口吗? 那边说这出口也没增加。 这个是不是那是上面的事儿? 好,说说咱国内的消息啊。 北上资金昨天竟卖出24个亿, 像可大呀,姑爷子,还有说海天, 都分别流出了2亿。 敌王昨天竟买入6个亿。 你看,越南特斯拉跌了,咱们敌王起来了。 那边说这是咋回事儿? 这本身不就是翘翘板吗? 资金往哪头就这么多? 全球的也就这么多? 到那儿就不到咱这儿。 你看到咱们这儿,他们就大骨折了。 好,再说央行。 昨天开展了3820亿的七天期逆回购。 那边说那下周那不得抽血吗? 下周的事儿要后面的去管。 那重料利率呢是1.8%。 当天有3010亿的到期, 相当于向市场上净放水810亿。 昨天两市融资余额1.478万亿, 比前一天多了30个亿。 这些天我一直在说融资余额的事儿。 你等融资余额达到1.6、1.7万亿的时候, 大盘那个时候早都起来了。 看着啊,这个位置慢慢的起。 好,再说央行大佬, 说将保持总体的流动性, 而且要合理充裕, 并且引导资金流向民企, 这是个很好的表述。 那好,再说房地产方面。 广州之后, 你看深圳也出来宣布, 就是今天要执行印房不认贷。 好事儿吧? 再说, 护身交易所与民营企业代表签约 叫战略合作拜望录, 要保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的稳定。 而且, 交易商协会说正在进一步 加大债务融资工具的支持力度, 促进民企业在这个经济的发展健康稳定。 看到没? 都是好表述。 再说, 首批八个大模型正式落地了。 上线嘛, 全面向社会开放, 像百度、自洁、 还有商汤、 还有中科院等等, 这一系列都在内。 可是阿里和360 没有在首批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 生成式的AI算法是备案制, 不是预期当中的叫做审核这种。 那么, 不是审批制, 这不就是体现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吗? 这是监管, 这跟咱们资本市场一样了。 核准制, 那和备案制是完全不同的。 备案制通过概率更高, 就是促进阶段或者培育阶段, 就得这样的放松放松再放松嘛。 那好, 再说我们国家航空联合会, 说燃油费现在正式上调, 9月5号开始, 最高涨110块钱。 那位说这是咋的呢? 这油价一涨, 又是这个上来了。 那是不是这航空公司的价格应该涨了? 我是说它的股价呀。 那好, 再说亚运村正式的开幕式第一次彩牌已经完成, 亚运真的来了。 那再说雄安新区的中关村科技园今天接牌, 这大科技也好, 什么也好, 副中心也好, 全面启动。 人们都说, 不都说雄安那个了吗? 没想到人家完全没那个, 研究不好了吗? 对呀, 再说第六届, 中国国际新材料产品不了会今天召开, 新材料看今天能不能直冷起来。 再说财政部, 加力要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看看这个表述, 而且要加快地方债的这种发行使用, 同时要坚决查处新增这些隐形债务的行为, 防止一边正在化债, 而且一边在新增, 看到没? 这边标本监制。 那再说, 新一轮的存款利率下调, 即将落地, 而且期限越长, 据说调整的幅度越大。 人们说, 这是不是银行要过几日子了呢? 你看这两份银行也挺拉嘛。 那再说中国稀土, 上半年的净利润4500多亿, 那又说一个中国稀土, 净利润4500多亿, 这都赶上了多少多少多少千, 就是是不是得, 一千来家的上市公司, 没错啊。 就即便是这样, 同比还降了85%, 那位说要不降85%, 那中国稀土一家这个利润就差不多到什么七八千亿了, 对呀, 厉害吧。 即便是这样, 我们看一看, 上半年的实际营收是21万亿, 同比下降了3.3%, 那位说这比较算的不对吧, 你看营收只下降3.3%, 那为啥利润下降了85%呢? 这不就是市体全球市场啊, 整体价格下行导致的吗? 降价了, 那么降价没有指向不涨的, 一涨价人家利润又回来了, 好, 输出咱操作,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 这三天没有回补, 跳空缺口, 缺口有效, 对大盘构成支撑, 那这个位置现在是总体体量太大, 我们5000多家进入到一个分化轮动的格局, 一边倒嘛, 一边涨一边不涨, 或者是今天涨明天不涨, 这个时候要把握好热点轮动的机会, 手中的品种, 如果强势上涨不跌破5日线10日线, 持股带涨别卖肥, 一旦跌破关键支撑位的, 我们就得减半, 初类的资金找那种低位有拐点的, 这样既不参加下跌调整, 同时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被市场边缘化, 看着别人赚钱, 那比自己亏钱还难受, 今天是8月收官之战, 能否出现再次这种破除黑洲寺魔咒,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点赞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中午收盘见!